粉丝 莫下颜 真的 你让我多信 也是真的 我为上的 没有 你跟我拉 我吓死 我跟上的人 没有一个我拿不下 你死了 怎么了 还说你干什么 我干吗呀 你自己电脑里有什么 你忘了吗 有什么 有我工作的重要文件 你知道你这样 会给我带来多大麻烦 你干吗呀 我干吗呀 以前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虽然没感受过 什么家的温暖 但好歹我遇到了你们 遇到了你 以前国际学校里 根本没有可以交心的朋友 同学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年纪轻轻只会攀比 后来终于有了你们 我觉得你们和她们不一样 你们是值得我掏心掏肺的朋友 掏心掏肺 我对你们掏心掏肺 有人却要笑里藏道 为什么呀 夏颜 为什么呀 我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么对我 我怎么对你了 你是不是登录了我的账号 在我婚礼上放那些视频 你说你在婚礼上 跟许诚意的视频是我放的 你别狡辩了 我都看到了 我怎么会 我也想不通 夏颜 我真的想不通 是不是你觉得我太随便了 不被结婚了 还是你觉得我喜欢过许诚意 心里过不去这坎 所以你要这么整我 我怎么整你了 你口口声声说我不信任你 可是你呢 你信任过我吗 我从来就不知道 你是真心的喜欢过许诚意 你跟我说你们两个 就是逢场作戏 我在那里 干什么都是逢场作戏 我没有喜欢过她 为什么带她去酒店 我喜欢过她 真心的 但我意识到你对她动心之后 我就彻底断了自己这个念头 我可以为了你这么做 那你呢 你明知道我曾经追过她 有没有那么一瞬间 你觉得可以为我放弃她 你没有 你喜欢她的时候 一丁点都没有考虑过我 你一丁点都没有觉得我会尴尬 你向来都是这样 你喜欢林皓的时候 也丝毫不考虑小蕾的感受 你的感情就是金子洋 我们的感情就是自来水是吗 谁耽误了你的感情 谁就要出局 先是小蕾再世 我后也要走了是吗 我说你胡说 小蕾那天为什么走 如果不是因为你那天那么暴躁 我们跟小蕾会闹成这样吗 她会在里面一头两只吗 你从来就没有反省过你自己 你终于说实话了是吧 我是罪魁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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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在婚礼上放的一些视频 所以你不想我好过 那谁都别想好过 你不想我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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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过 你快来吧 我已经把你的电脑 拿去给专门的人绣了 到底是谁在搞鬼 很快就能查出来 谢谢 傻瓜 信我干什么 这不光是你和韩爽的事情 总是也是马克的事情 我答应他会替他查清楚的 我以前觉得 我是一个实际上最幸福的人 有爱我的爸爸妈妈 有我最最爱的姐妹 还有一个那么好的男朋友 简直太完美了 我做梦都能想想 我做梦都能想想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有一天 这些东西都会离开我 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是为了什么 小蕾突然就搬走了 我跟韩爽也吵翻了 就连大表姐也不知道 去了哪里 我最好的朋友 突然间全都离开我了 那段视频不是我放的 我在你电脑里都看到了 昨天我找许诚意 帮我修复了电脑 确实 我电脑里是有那段视频 那你还要说什么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既然黑客能入侵SG的系统 那他也一定能入侵我的电脑 既然黑客可以删除东西 那他一定也能写入 原本没有的东西 我知道黑客很厉害 但我又没得罪他们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你可以看看这个 你跟我 这上面显示的 是那段视频 写入我电脑的时间 是在你的婚礼之后 我知道 你可能怀疑我造假 但是韩爽 你是真心觉得 我会在你的婚礼上做那种事吗 是谁告诉你夏言有这个视频的 我调查一下 所有登陆你账号的IP地址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说不定可以找纯默和黑手 我要去找他 你又想去干什么 他到底跟你怎么说的呀 他说他帮我查到了IP地址 媒体下言 没有啊 他还说这个IP地址都是我自己登录的 可我没有在这个家里用过电脑登录啊 可能凌薇只是想帮忙吧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出幕后黑手 真的不是你 不是我 我能带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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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转了 头都晕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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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言 夏言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还是一个傻子当朋友啊 我愿意 你也傻子 我这么蠢 你还愿意跟我做朋友啊 不管你做了什么 我都会原谅你 我们永远在一起 嗯 你永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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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更疲ert 你永远在一起 你贵 我能带大家 接连 等待